不但24小时就要上街游行 陈水扁身边的随护各个神情紧绷 不安的气氛越来越浓 有人也担心说会不会制造另外一个319 而且我们的国安局的前局长 就是因为319事件没处理好下台的 现在他担任国安局局长 难免让大家会担心 他是不是能够做好预防的准备 根据特警警卫条例 把务卸任总统 特警中心责无旁贷 如果有任何闪失 铁定有人要丢关 这样的压力 当你为了319下台的国安局长蔡朝明 感受最深 加上刺扁 以及扁可能出怪招的传言不断 特警中心从上到下刷了一弹 在阿扁围案上下足功夫 建议陈水扁要穿防弹背心上街游行 贴身随护也要携带防弹攻势包 和SWA5冲锋枪以防万一 为了不让陈水扁有任何受伤的可能 随护现在更严理铁桶战术 就算心里有千百个不愿意 也要把阿扁团团围住 让支持者无法靠近 除了有近身保护 在陈水扁的游行路线 枪响侦测系统也可能机动紧盯 就怕319事件重演 而到了凯道主场的关键20分钟 预防陈水扁突然上台讲话 成了明显目标 防弹剥离将重出江湖 管局出动不输援手规格的完整仗 表面上是要让阿扁安全滴水不漏 但却也凸显蔡朝明对陈水扁的不适应认 就怕1025大游行变成1025 晚安时间